今晚深喉嚨 有多深 話多深 廟公原本委託 林姓嫌犯所討債務 卻遭到男子侵吞部分款項 廟公提告引發嫌犯不滿 因此犯案 嫌犯之後就逃窜到桃園地區 正巧遇上警方盤檢 還刨給警察追 跑到巷子裡無路可逃 趕快逃 乾脆就和員警扭打 事後警方還發現 嫌犯隨身攜帶大龍炮 作為逃跑時的障眼法 宛如現代人者 因為心虛碰上領檢 以為員警要抓他盜案 沒想到卻也因為拒捕 遭到壓制帶回 連帶偵破颱風天 這起宮廟恐惡案 記者李嘉明 陳嘉明 新北市報導